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编农 那今年2021年最后一次的天堂W更新 目前官方网站已经秀出来了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跨年烟火秀 毕竟是今年最后一次更新 所以在12月29号维护之后 到1月12号的这段时间里面 他会在这个村庄里面 你可以透过商人去购买这个烟火道具 那这个道具呢 简单来讲就是给大家去玩啦 那除了这个烟火三种之外 你也可以去买这个娃娃卡片 以及这个一般的卡片 那变身卡跟娃娃卡这个数量应该都会有一些限制 详细的部分呢 就等官方网站里面的公告为主吧 好 再来第二个呢是千道的第四季 那这一次的话呢 他会有这个TJ的甜蜜coupon在这个千道的里面 那这边呢 他应该是放在千道的最后一天 来我们看一下 他的每日优惠奖励呢 里面有这个勇敢药水10个 那14天的优惠奖励呢 里面有这些哦 力量之城 然后莫安之导补充宝石 金币啊 箱子啊 还有这个防武卷 或者是抽卡 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这张 这个TJ coupon 那这个如同之前所公告的 这个TJ的这个甜蜜coupon呢 他是 是让你再次挑战 和红和纸的这个娃娃或者是这个变身哦 那详细的呢 可以去看之前的公告 或者是我们之前有这个影片 也可以跟大家做这个分享 好 再来呢 白雪纷纷的妖精村庄这个副本呢 他增加了使用时间哦 原本是可以用一个小时 那在活动期间呢 这一次是变成了两个小时哦 你可以在里面呢 去打更多的这个雪花这样子 那么这个礼拜呢 也有推出这个新的商品 叫做恢复圣水的补给组合包 那除了有恢复圣水33个之外 还有这个战斗强化卷择20个 艾莎的这个浓汤20个哦 那最后呢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第三周的制作活动 到底是有什么东西 这一次呢 就是制作这个英雄技能书啦 但是这一次的制作方式有两种哦 一种是特罗斯印章加记忆破片 然后再搭配恢复圣水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用这个恢复圣水哦 那这一次的制作方式有分成两个系统 第一种呢 是霸体 反平 圣洁界 烈焰之魂 精准射击 巫佐之水 还有这个大地屏障哦 这些技能 那另外一种呢 是属于这个各次武器限制10个的哦 包括狂袭 神圣极走 武药之火 还有这个风之极走 这些是限制10个的哦 那这个基本上呢 推出之后啊 大家就会进入这个抢技能书的环节了 再来我们看最后一个哦 就是第一次的这个世界战场 终于要推出啦 第一次推出的呢 叫做这个空虚的裂痕哦 详细的资讯呢 还没有开放 要到这个1月5号的时候呢 应该说在这一天的更新之前 他才会有详细的这个资讯给大家 好啦 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个礼拜 这个天堂W的更新活动 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咯 那频道里面呢 还有更多关于天堂W的一些更新 以及情报 还有这个攻略影片 请大家记得要订阅我们频道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